- 神馬 神馬 幹嘛 不要迷上用吳清風的方式叫我 神馬是鷹 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姓香 嗨 你好 我是馬克 嗨 你好 我是瑪莉 今天剛好是白色情人節3月14號 在2月14號的時候呢 我們的廣播女神華人女丹做了一集特集 邀請大家 不幸福的婚姻故事 不幸福的愛情故事 喔 沒有 僅限婚姻故事對不對 婚姻故事就是讓大家知道 很多故事的結局可能是另外一種風貌 提供另外一個想像給大家 就是很多人就是有情人忠誠眷屬 大家都覺得 哇 忠誠眷屬呢 就是最後就是要結尾連理 但其實發現結婚了以後 還是不是太開心 可是呢 後來在那集播出以後呢 我就有接到聽眾詢問說 欸 我有寫信欸 可是你怎麼沒有收到 然後我去找一下那個垃圾信件夾 才發現 哎呀 有兩封漏網之魚 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的一開始 我們一樣用這個悲傷的企劃 來祝大家白色情人節快樂 不是悲傷是正面的 正面的企劃 是你可以看得更多更廣之後 你能做出更適合你的判斷 太正面了 請 馬克馬力你們好 我是幼耳發炎的海邊A蘿蔔 在去年入教的 看到你們徵求這個婚姻不幸的主題 我心裡只有 Yes, it's my turn 我要講講我這個 我們家庭不是失敗的婚姻喔 是毀滅性的失敗 非常的誇張 我完全沒有在瞎掰我爸爸媽媽的故事 我媽年輕的時候 算是一個五官端正的清秀女子 美女 學生時期常被男生告白 但她感情路不太順 大學後呢 常常跟帥哥交往 然後被劈腿 所以就是交往劈腿 帥哥交往劈腿 久了她就知道 帥哥比較會劈腿 不過知不知道試婚年齡 那那個社會還很傳統嘛 所以年紀到你就是要結婚 她就開始相親了 媽媽相親認識了行動不便的爸爸 兩個人基本上覺得 還蠻順眼的OK啦 學歷OK啦 見面約會幾次 就莫名其妙說好結婚了 根本就不是建立在愛情的婚姻上 想當然我爸也不是一個帥哥 那我媽嫁進來呢 就是跟公公婆婆同住 萬分提醒各位家庭 不要輕易的三代同堂 非常可怕 除了公婆之外呢 還跟我爸的哥哥 還有我爸哥哥的老婆 就是二哥二嫂一起住 公婆在我媽嫁進去之前 對她超級好 我媽只要去他們家呢 都會做那個一桌的菜 買各種水果給我媽媽吃 談話呢也都很溫和 來請坐 和蔼可親 每個人都像天使一樣呢 但當我媽嫁進去的那一刻 全都變了 公婆說 你齁每天三餐都要用煮的 煮給我們吃 我們全家都不能吃外食 還有你不可以再工作了 全心全意就是奉獻給我們這個家庭 還有就是不准回娘家 有好幾次我媽偷偷跑回去看外婆 我回去一兩個小時而已喔 二嫂就通風報信 公公 你是誰啊 她好像回娘家囉 然後婆婆就會臭罵我媽一頓 不停地懷疑你到底是在外面找男人還是幹 媽的這樣子 然後從小我媽就是一個外食族啊 所以每天要煮三餐 簡直要她的命 她在廚房忙 然後旁邊呢就是婆婆跟二嫂 哎呦 叫不叫叫不叫 拜託一下 那是怎麼做人媳婦的夭壽喔 這類的戲嘛 反正你們想像灰姑娘就是她們那個樣子 好可憐喔 還好二嫂懷孕之後一家人就搬出去住了 我媽連懷孕的時候都要頂大肚子 在充滿油煙的廚房煮飯 那因為我們家有神廳 各位注意囉 神廳初一十五每個月要祭祀 中原和新年要大祭 每個月要小祭要各種不一樣 有固定刻出的水果還有過樣拿去拜拜 大祭更可怕 大祭一次要吃幾樣的菜 全部都要煮 燉豬腳拳雞拳魚蝦花枝草絲瓜等等之類的神桌要拜 神桌外面的院子還有一桌的神要拜 全部都是公公要求的 那介紹一下我公公 其實就是我的阿公 他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建築業者 老年呢 住在自己蓋的小豪宅裡面稱王 我們家餐廳有一個他自己擺吃和菜那種用轉盤的大圓桌 他就是自己會坐在靠窗的最上位跟我們一起用餐 其實我阿公阿嬤的婚姻也蠻可憐的 我阿公呢長期在外包養小三 房子手錶全部都給小三了 阿嬤每天在家 一直哭 後來是我阿公發現 什麼 這個小三和白的女朋友有做會 才對小三死心 但是都給光了嘛 然後我爸呢 我爸從小跟我媽有各式各樣的爭吵 因為我爸很孝順他爸媽 所以常常因為什麼公婆不合理啊 然後幹嘛就是會吵來吵去 加上我家是很節省的哈嘎家庭 我爸爸常常為了我媽要買幾包衛生紙 又要買衛生紙 又要要錢 就在那邊跟他蜘蛛匕交 我常常在想 為什麼 大家不是一家人嗎 要生我的時候 我是家裡第二個第二胎 那我爸因為肺炎住院 我媽也是帶著懷孕的身體徹夜照顧我爸 最後是阿公帶我媽媽去生產的 我媽媽一個人面對生小孩 在產房裡毫無家屬 非常的難過就對了 然後呢 幾年之後他媽還發現子宮有積餌要開刀的時候 他爸爸也只有來探望一下 熬住院了OK 開刀也是我媽一個人獨自面對的 近期狀況 婆婆因為換了失智 變得徹底的厭惡我媽 而且就只討厭我媽媽 整天質疑我媽偷她的東西 那錢你拿的 那帽子你拿的 冰箱裡面的東西 你吃掉對不對 那給兩個在裡面 你吃的 你講啊 你講啊 後來甚至妄想 我媽會開她的保險箱 我覺得你懷疑她偷錢就算了 偷襪子跟偷吃蛋糕是怎麼樣 我媽又不是沒錢 偷人那些東西幹什麼 後來呢已經 就是你知道走火入魔 只要看到我媽就罵 你出門喔 叫我這麼撞死啊 你怎麼不去死啊 每天都男朋友亂來 這死破吧 好慘喔 就是罵得非常的兇 好慘喔 公公也是很可怕 有一次我媽因為暈眩 嘔吐掛急診 所以就消失了半天 她只告訴我哥說 不舒服我去醫院一下 然後就自己搭計程車去了 然後公公就以為說 新婦去哪裡啊 又去哪邊了 家不用顧是不是 去哪邊玩 好煩喔 後來我媽回家 才把這些誤會給解開 有一次呢 我媽偶爾會在晚上七點左右出去 因為七點去買晚餐給小孩吃 或是去便利商店 繳信用咖啡 公公覺得 晚上七門 七點出門 太不見點了 贏檔 贏檔是我家的 就大概是罵類似這樣子的 然後就說什麼 家沒家的樣子 現在怎麼樣 你們全家是不是要造反了 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 我也常聽到我爸 對我媽的不滿 他說 你齁 都沒有盡一些妻子的義務 你都沒有記得要幫我買一些內衣褲嗎 沒有想說要買一些頓補的給我吃嗎 你整天就是給小孩吃外食 給他們喝飲料等等之類的 反正就是 幫我買一些內衣褲 你就會罵我啊 他說又買內衣褲 對啊 這個 我爸對我而言是一個普通爛的爸爸 但他應該是一個非常非常爛的丈夫吧 我阿公阿嬤雖然對我不差 可是大概是因為我是孫女的關係 你知道就是可能跳過中間媳婦 孫女好像就是還是會疼一下 我就覺得那個態度的轉變非常的可怕 那孫女不能跟阿公阿嬤撒嬌說 你們要對我媽媽好一點 不能這樣子喔 好像很少小孩會主動跳出去說 你要對我媽好一點吧 對啊 或是就是當阿公阿嬤在疼你的時候 然後你就說 我不要你對我好 你對我媽好一點 或是說 你對我媽那麼壞 你是個壞人 你媽有跟我講的是不是 你再說一句 我以後再也不跟你講話 然後他就忍住 然後就轉頭跟我說 你看 你媽把那個孫咬到這樣 都這樣對待我 什麼意思 從今以後你不是我主母 我覺得齁 很少小孩會演得這麼硬 就是這個有點太過頭了 想像了 對對對 幫大家畫這個故事的重點 就是結婚前公公婆婆的好 並不一定是真的好喔 然後謝謝馬跟瑪莉念到這邊 我愛你們 瑪莉好可愛 可愛到我想跟瑪莉結婚 那就是下一個 淒慘的故事要登場 什麼 你說跟你結婚是下一個 淒慘的故事嗎 對啊 你覺得是你會讓對方淒慘 還是對方的家會讓人淒慘 我如果願意跟對方結婚 那一定是對方有通過的那一關 可是因為我應該從來沒有想過要通過 我就是一個不會做菜 然後 不收東西 我會收東西 可是我不是一個什麼 不會主動收東西 對然後我也不是一個收納高手 那如果有任何的 我覺得掃地地獎人可以解決 錢可以解決的 為什麼人要去掃 那如果家裡真的很髒 就花個終點的來掃一掃 就是 裸體清潔 裸體清潔是 裸體清潔當作我們的情趣就好了 這樣子 就是不用花錢吧 錢可以給我 我來裸體清潔 喔 我不是說你可以找我 我是說未來我的先生 可以找我裸體清潔 或是我花錢給他裸體清潔 好好玩 好好玩 白癡 就類似這樣 就是不是一個大家想像中 你回到家好像 好媳婦有一桌熱沉沉的好吃的飯菜等你 或是我好像不能保證給人家一個 你回到家會有很溫暖的感覺 回到家 我馬力可能像一隻貓 我覺得像我 他自己會把自己顧好 對對對 就自己會去自己的貓沙那邊大便或什麼幹嘛 然後自己把自己舔乾淨 但其他地方都不管 嗯 好的 謝謝你的來信囉 接下來這個 奇慘的故事呢 總算是自己的親身體驗了 來自於嬌嬌 那天看到你們真文 這個題材我非常有感觸 也有親身經歷可以分享給你們 我跟我的前夫交往了四年才結婚 嗯 交往期間其實他就很不貼心了 我跟他家距離騎摩托車要15到20分鐘 有一條捷徑只要10到15分鐘就可以到 可是那是一條完全沒有路燈的小路 嗯 重點是 那是墳墓區 嗯 所以交往的期間呢 他都懶得出門來我家載我 他就會說 你騎那條小路來我家找我啦 說真的 當時我真的是不知道從哪來的勇氣 居然敢一個人騎那條路去他家找他 哎 但是去到他家 他就是在打電動 我就在旁邊看電視 現在想起來真的好愚蠢好傻 交往了第四年 他退伍了 沒多久 他家人就直接當面問我說 嘿 你 要不要早一天去你家提親啊 嗯 我當時就傻傻的 嗯嗯嗯點頭了 於是我就跟我家人說 呃 男友家想要來提親了 我爸媽沒有看過我男友 他們當時聽到非常生氣 也不允許 你這樣就要提親拜託 因為面對女兒男友一概不知的情況下 你居然要來提親 後來家裡鬧了一下小革命 爸爸不想搞的局面太僵 而且他們感覺 我好像真的很愛我男友想要嫁給他 就逼不得已答應了 準備結婚的大小事情過程 其實也發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因為當時年輕的我跟男友都沒有積蓄 所以這一場婚禮就是靠他的家人 還有我的家人出錢 所以很多理想中的婚禮 最後都必須要委屈的退讓 我都忍耐下來 結婚的當天 其實我曾經閃過一個念頭就是 我想逃婚 偶像劇 突然覺得我不想結了 可是那也只是一個想法 結婚之後就過著普通的生活 隔了一年我懷孕了 前夫呢是一個很愛跟朋友交際應酬的人 他的朋友就是那種比較愛玩的 吃喝嫖毒樣樣都來的 我勸過他好幾百次 你不要跟他們接觸好不好 不要你少跟他們接觸好不好 但是根本沒有用 甚至呢在我即將隨時可能生產的時候 他還是丟下我一個人在家 去跟朋友喝酒喝到凌晨才回家 之後小孩生下來了 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在坐月子期間 小孩半夜哭鬧不止 我就餵奶啊壞尿布啊 可是小孩還是哭 最後我就抱著小孩走來走去想要安撫他 我前夫就起床 生氣的大聲的斥責我說 小孩一直哭 我們也要怎樣上班啊 天啊這樣你都可以吞得下去喔 他大聲的程度 把隔壁房的公婆都吵醒了 所以他們同住 我婆婆就過來房間念她說 阿你怎麼可以這樣罵你太太 後來我委屈的哭了 月子期間 我娘家的媽媽來看我 我就一直哭說 我想要回家做月子 我真的想要回家 我媽媽就心疼我想把我帶回去 可是我又顧慮這樣婆婆會生氣 最後我還是留下來了 月子不但沒做好 還併發了產後憂鬱症 小孩生出來之後 我前夫完全沒有幫小孩換過尿布 他也不會泡奶 這些都是我一手完成的 我們跟他家人去聚餐 小孩哭鬧 我就抱著小孩去外面走走 回來發現 菜都吃完了 嗯 我就只剩下一開始夾的菜 而一樣的情況 在他姐身上 我就看到他的姐夫 會立刻把小孩抱起來 先讓他姐姐先吃 看在我眼裡 我覺得好心酸喔 這樣很多的狀況 讓我越來越質疑 我到底在過什麼樣的婚姻啊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不體貼 我還愛著他呢 我愛他什麼 我到底愛他什麼 種種的疑問 我沒有答案 後來的日子 包含跟婆婆相處之類的種種 一向沒辦法溝通的我們 夫妻終於爆發了 四年前我們離婚了 沒有什麼導火線 其實要問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要離婚 我也說不出是什麼事情 只能說 是我是經歷這一切的人 我最清楚 我就是再也不願意過那樣的生活了 分居的期間呢 婆婆還有打電話給我說 我兒子也不是外遇啊 你幹嘛鬧成這樣 之後又打來罵我說 你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媳婦啊 怎樣怎樣的 就酸我 你們全家都垃圾 不過我也是默默聽完淡定的掛電話 離婚的前期真的好痛苦 也許在我決定離婚的時候 我也打醒自己了 對我那樣真心付出 愛我的前夫 卻患得這樣的對待 我不甘心 也很痛心 好幾次 前夫不讓我看小孩 甚至封鎖我 那是我最痛苦的 不過後來他還是讓小孩跟我見面了 前夫雖然有找我復合 而且他立刻買了一間房子 表達他是真心的要挽回我 但是 瑞凡 我真的回不去了 我已經給了他11年的青春了 我賭過自己的青春 現在我34歲 我沒辦法再回去賭一次了 現在的我也許還是會被傳統的眼光灌上一些標籤 但至少我不用再委屈過日子 也有遇到一個男友對我很好 也跟兒子常常見面 去年11月 我自己一個人帶著10歲大的兒子去大阪自由行 我們兩個人的冒險之旅 雖然有迷路找不到路的時候感到焦慮 雖然有時候我兒子很吵鬧讓我想要發火 雖然語言不通 有時候必須要用破英文表達 晚上我們回飯店的時候 我打開手機聽馬克信箱 兒子跟我一起聽 他覺得有些很好笑 那也是我第一次讓他知道 世界上有那麼有趣的馬克信箱 跟他一起分享 覺得真的是很珍貴的時光 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一切會越來越好的 對吧 對 這趟旅行真的對我們的母子是很好的回憶 我想他會永生難忘的 我的故事其實還有很多可以講的 但是我怕太長了 就先精簡了 希望沒有太無聊 謝謝你 佼佼 好年輕生小朋友喔 三三四歲小朋友已經10歲了耶 最近呢就是我的同學也離婚了 蠻驚訝的 驚訝的點在 驚訝的點在 就是都沒有什麼徵兆啊 而且已經不是我知道的 可能是徵兆沒有讓你們知道吧 對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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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就是在 我們現在都已經剩下就是在Facebook上面看彼此生活 因為平常不會約出來 然後只有發生大事的時候 才會 約出來見見面然後說說話 可是在Facebook上面 那些 常常都是假的 除非 除非你是一個很喜歡把所有的心情都 PO在上面的人 分享的人 對阿不然的話你看到就是 喔他們還是有一起出去玩阿 他們還是有一起去幹嘛幹嘛的阿 你就覺得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嗯 但是為什麼會發現 其實也是因為Facebook 因為他那天整不住PO了一個動態 哈哈哈哈 我說我趕快又問他怎麼了 然後他才說就是 對就是 離婚簽字 嗯 那 這個 我只能說就是家家都 有本難念的經 嗯 然後有一些事情是 你其實在交往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嗯 可是你當初你覺得 這是小問題 沒有問題 或是我能夠改變他 嗯 可是最後發現 走不下去的就是那個東西 嗯 對啊 想嚇誰剛剛這一段 這段才是最可怕的吧 這段才是2月14應該要播的吧 就常常 常常你在交往的時候 那些小事情 或那些你過不去的點 你不要覺得未來會改變 就是當下他沒有承諾 他沒有意識到 這是一個問題的話 那未來這個東西就會一直在 而且只會越來越大 他不會突然不見縮小的 嗯 不要天真了各位 嗯 好了 那我們回完這個債之後 要跟你說要活力全開喔 手上的信都要回完 努力 努力 加油 這邊有一百塊 感謝豪爾 謝謝豪爾 零零零口零 今天忘了帶零 零零零 恭喜馬克成為人夫 恭喜馬克金鐘配音成功 恭喜瑪莉主持金鐘紅毯 分享最近發生的事 我今年上了東吳大學資管系 嗯 原本害怕啊 找不到朋友 結果竟然認識了一群低能智障白痴又下流的朋友 在學校有相當大的認同感 每天都很期待去學校上課 但最近出現了一個煩惱困擾著我 怎樣 愛上同學 我到大學認識一個女孩叫Judy Judy原本有男友 但某次因緣寄會 她來找我幫忙處理課程的問題 開啟我們認識 但平常跟她聊爛 有時候回復快 有時候回復慢 一天一次或好幾天一次 這時候我對她都還沒有感覺 只是平常我們這群人有活動出去 我都下一次想要約她一起 嗯 可是11月中的時候 她被 什麼啊 手掰手是什麼 掰 分手 手掰手也不是掰啊 那是手分手 你這寫手手手手是怎樣 呀 呀 我一直知道這件事情喔 第一個想到就是買巧克力 跟寫小子聊給她 安慰她 告訴她有希望可以找我聊天 從那時候開始對她有好感 有機會想跟她相處 她有程式跟課業問題 都會求助於我 課後留下來單獨教她 有時候教到比較晚 會想要租那個WIMO 載她一起到捷運站 然後我就想說路上給她擊殺 她的胸部就會貼到我 白癡啊 但我只是幻想啦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實現的啦 回歸正題喔 有時候上課她想睡覺 我會幫她多蓋一件外套 還有一次我拿 我拿外套給她當那個整警 讓她躺在椅子上睡覺 有一次她單獨一個人等上課 我就假借說朋友要陪她 但其實是我自己過期要陪她 反正真的就是要陪伴她啦 前幾天我們還單獨逛夜市陪她買衣服 奇怪沒什麼機會更進一步耶 頂多一起喝一杯飲料而已 但是在逛夜市過程中 都是她在分享事情 我很少講話 不知道聊到什麼 就頂多告訴她說 這建衣服好看喔 我感覺自己超不會製造機會的 有時候她太晚睡 我又擔心她隔天會太累 有時候她跟我說要去夜店 我真的很擔心她會怎麼樣 想阻止她氣耶 但是沒什麼立場阻止她 朋友很多人都說 不要再學柯P講話了 有機會那個 共同合作比競爭好 合作比較好這樣子 你沒有發現到這是最新的喔 沒有 我擔心她喔 合作比競爭好是怎樣 你剛剛是不是有點失落 對不起 對對對 沒有沒有關係 就像很多人說馬克星像 那個日文比例太高 都進不來 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時候我們難免人生 就是會錯過一些 以後開個日文課 跟大家分享我們常講哪些日文單字 就不需要所有的笑點 你全部都要get到嘛 就你get到是我們有緣分 對對對 就像綜藝三國次也是很多人說 奇怪看了很久 不知道她好笑在哪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奇怪的人 你對不到那頻率就進不來 反正我很多朋友說 我跟她有機會在一起 可是朋友都這樣講過 我沒有這樣的感覺耶 覺得很緩 而且她回Line的速度很慢 讓我有點忐忑 兩位主持人覺得她怎樣 她對你沒意思啦 什麼 就是朋友啊 你沒有表明啊 我不喜歡你了 我最討厭你了 最討厭馬克了 奇怪結婚了不起 我只是講實話好不好 因為你現在做的東西 都是工具人範圍的事情啊 就是朋友 你現在很 你就待在朋友圈 就是friendzone嘛 你現在是超級朋友圈 其實我不知道你朋友跟你說什麼 好像有機會是什麼意思 你朋友蠻壞的 對啊 完全沒有機會啊 講完全過問了吧 你就說我沒有機會 你講完全是怎樣 完全太絕對跟極端了 對不起 我可以改變啊 你改變就有機會 你改變就有機會 這邊有一個非常精緻又漂亮的手工手作明信片 來自於少女學長 第二次寫信來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只是想表達一個疑惑就是為什麼點友們可以邊讀書邊打報告呢 聽馬克星鄉明明 邊讀書邊打報告怎麼可能 還是邊讀書邊打報告 讀書跟打報告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耶 或是他要表達應該是為什麼點友們可以邊讀書邊聽 或是邊打報告邊聽呢 聽馬克星鄉明明就超需要用腦的啊 我光是寫這封信聽音檔我都覺得很吃力 點友們讀書的時候是都不用腦嗎 還是根本就是當白噪音在聽呢 嗯 好他就是想要把這個尼博爾的手工信紙信封給用掉 謝謝你少女學長 然後貢獻了五十元零零零 這邊還有五十元零零零 來自於林林宇 林林宇說一月就要考學測了 所以唸到的時候已經考完了耶 寫信真的很不應該 但我讀得好崩潰 我需要管道書發 來吧 其實我高一就決定好要考台藝大 也很清楚 除了術科之外 國英學測要二十五級分才可以 就單科滿級 單科滿級是十五 對 兩個要二十五 所以我高中每天都很努力的讀書 但是我的讀書方法是錯的 很可笑的認為高一開始直接寫考前複習題本 歷屆試題 我就一定可以快速把程度拉高 但其實這方法錯了 你都還沒有學到你直接寫 你怎麼會知道 啊不是 人家都說Practice 什麼Make us Perfect 天啊 這個好天真的想法喔 所以現在學測前六十七天 我還在從基礎的課文 國學常識中打轉 寫摩考歷屆試題 還是在十一到十二級分打轉 滿級分根本是一場夢 而且我讀的是高職 學校考統測的內容 所以學測有很多 術科必須靠課語的時間 我自己努力 一般的統測生 考學測都是考好玩 碰碰運氣 學校一點都不重視學測 還安排一大堆毫無意義的活動 比如說去考那種零分 都可以向著大學職業試探啊 幫老師們佈置學務處的布告欄啊 呃 正在學校大門去當免費勞工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 忙那些事情 還有念書 我只能說是蠟燭兩頭燒 一邊顧好學測還有術科 一邊顧好統測還有壁展 呃 在學會不定期的安全檢查 搜書包搜身看有沒有帶手機 反正呢 說了這三年來抱怨 說實在我也有錯 因為我沒有勇氣轉學 沒有勇氣離開舒適圈 嗯 好希望這個流流流流流水 這樣的內容不會太無聊 然後希望自己可以考上第一志願 這邊 這邊我收到了 令人期待的 惡作劇小黃子 哎呦 又有新招來囉 這一次呢他是用這個透明的 這個叫什麼東西啊 壓克力板 很軟的 軟軟的 壓克力板 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寫字 然後他一共分成一二三四四張 四張呢他分別寫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把它拼起來變成一封信 哎呦 惡作劇小黃子 我必須要說這一次 你真的在搞死你自己啊 這一次我蠻開心的 因為我很快 組合這題就好啦 這一次我很快就解碼完成 但是我想你做這件事情 你應該花了蠻久的時間 可能是在反省自己啦 之前太過分了 好的 而且呢 他把這個四個透明的合起來以後 字會變得就是有點立體立體的 我覺得蠻酷的 親愛的馬力馬克兩位好 我是愛你們的惡作劇小黃子 恭喜兩位又成功讀出我的信 不知道我每一次 都不直接把信的內容寫出來 兩位是否會感到困擾或憤怒呢 如果會的話我很抱歉 我之後會看心情調整一下 我都怕用太簡單 兩位會沒發現我的用心設計 太難會破解不了了 不過兩位很聰明 是我多慮了 好 祝兩位吉祥 所有人心想事成 然後呢 他說每次要以這個 成二成二嘛 現在到多少了 現在才來到八塊 八塊錢 不錯 謝謝你 這方面來自於Jennifer 我有點久之前 大概是11月的時候 有說 在飛碟的APP上留言說 我的一周大師 是周末要跟網友 去爬金面山的Jennifer 你們有印象嗎 然後我要來分享了 因為生活圈太小 太難遇到對象 所以今年生日的前一天 決定聽朋友的建議 去PTT的O2版發真友文 唉唷 一般來說呢 O2發真友文的女生 都會收到很多亂七八糟的信 信箱會爆掉 那因為我還是想看演員嘛 演員就是那個眼睛的緣分 嗯 會要佔內心的時候 你要附上你的照片 沒錯 所以發文的時候呢 也會想放上自己的照片 所以可能就會讓信箱爆料的幾率更多 嗯 想了很久 想到了生活中 每天陪伴我們的教主教母 那因為會想要嘗試這個PO文 也是受到教主馬克很大的啟發 怎樣 教主說要有不同的結果 就要做不同的事情 喔對啊 所以我PO文的時候就直接說了 我是清典教的教徒 嗯 引用了教主說的話 但不解釋什麼是清典教 知道了就會知道 並在最後的防罐頭題裡說 請問我是哪個教的教徒 嗯 還有加分題說 請問清典教的教母是誰 喔 我的文中沒有提到 可是你可能去Google的話 可能會知道 但很多人回答 教母是馬克 哈哈哈哈 OK 好 如此一來會佔內心的人 就會變成了兩種 其中一個是KK嘛 KK的姓我們已經念到了 啊 對啊 一種是知道點點是什麼的人 嗯 我覺得如果你是信仰清典教 可能某個部分上 其實我們的價值觀 是會蠻相同的 而且我覺得應該不會是壞人 我也希望這樣子 可是就是 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一來我希望 呃 上班可以聽 或是清典點點 馬克星翔 就是人數爆棚 我們是善良的大平台 對 就是希望就是有越來越多的訂閱者 可是你知道當人數 越來越多的時候 也就代表了我們的 混濁度越高 對 就是我們我們的那個頻率 會越來越不相近 我們不能當那個 濾水器的那個網子嘛 就是水會一直倒進來 可是我們都會濾掉 都是好水 所以目前我們成長很慢啊 就是 世界上好人這麼少 好人蠻少的 好可怕喔 剛剛那段講的理所當然 但其實如果剛聽到會覺得很荒謬 想說 如果今天這個是第一次聽到 聽到說 你們誰啊去死吧 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有自己教宗喔 不好意思 真的就是 而且 你還戴了白色的帽子 若望保路 若望馬克一世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一種是知道我們的人 另外一種就是 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是清點教 但是我是一個很會Google的人 對於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願意查詢 而且不帶偏見 好的 果不其然 幫我擋了蠻多信的 那有人在推文那邊帶風向說 教徒喔 PASS這樣子 後來也有平反回來 就是因為我們 我是不不准大家污辱我們教讀教母的 最後呢大概收到 40位網友的來信 包括罐頭信 那大概三分之一是點友 那也謝謝各位點友的台愛 也希望沒有再繼續聽馬克信箱 或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點友們 可以再度回流 耶 跟其中一位聊了一個月之後 我們就在一起了 什麼 這個你們是不是會去板上發那個什麼 氧氣就是那個 現在好像比較小氧氣文 對 不過他不是點友 他是我剛剛說到的第二種人 就是Google的人 寫信的當下 我們才在一起不到一個月 希望念到信的時候 我們這段關係已經順利到 度過那個試用期了 附上抖內200元 謝謝馬克馬力陪伴我走過人生 最青春的歲月 我是從18歲聽到現在31 11歲的點友 鈴鈴鈴 天啊 好期待後續喔 然後謝謝兩位的堅持 讓我們在這個混濁的世界裡也保有赤子之心 在裡面附上跟男友第一張合照 天啊 讓我們來看一下 喔喔喔 我覺得兩個看起來蠻可愛的耶 我來看看 就是 他們沒有夫妻臉 可是就會覺得 不像是第一次合照或是那個 看起來已經蠻熟悉對方 對看起來有一種熟人感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是好人 嗯 你說面相學來看起來 面相看起來是好人 嗯 好的 希望你可以持續的來分享你們的感情後續 天啊 Jennifer 嗨馬克瑪莉我是新北的B 然後呢 他這邊有講說 希望馬克瑪莉可以不要因為字太多而跳過一些字 因為我真的很認真在打這次的信 我拜託你們 拜託你們可以認真的唸完好嗎 謝謝 你每一個字都有斟酌嗎 沒有一個字不能跳過的嗎 我決定要快速的跳過它 前半段他在講這個喜歡羽生結嫌 那這個後半段呢在講說 媽媽明年夏天為了姐姐要結婚的事情相當煩惱 這一封信結束 哈哈 太過分太過分 宣傳羽生結嫌跟媽媽減肥的困擾是不是 他說 喜歡的運動員羽生結嫌拿到了花式滑冰大獎的第二勝的夜晚 這一勝呢決定了他能夠拿下 這真的應該要跳過啊 嗯 就是 沒有啊就是像想要宣傳清點教的人就會希望 如果我去另外一個平台介紹馬克是什麼 馬力是什麼 我就覺得你一個字都不要錯過 哦 雖然我們希望這樣被對待 可是不代表我們會這樣對別人 哈哈哈哈 不行我們不能這樣 我們不能這樣 我們當好人我們是濾水器的好人 我們是濾星 我們是濾星 大家現在在這個 現在聽到的人 我們都是被濾過的水 好不好我們都是好人 我們Pure 我們Pure 我們講 我們念 這一勝呢決定了他能夠拿下大獎賽決賽的門票 本來應該是相當開心的事情 可是他在當天的賽前練習就傷到了右腳 留下了隱憂 原本會擔心他連當天的比賽都無法參加 沒有想到最後關頭他還是出現了 參與比賽並且拿下了冠軍 然而呢在比賽中幾項他擅長的動作出現小失誤 當下我有不好的預感 果然呢在賽後記者會他就鑄著拐杖現身 右腳腳踝傷勢不清 最後呢在幾個禮拜後發出殷傷退出決賽的消息 他在今年二月拿下冬季奧運金牌之前呢因為身體不適 導致在一場比賽的練習上跌倒結果造成右腳踝受傷 當時他能否參與奧運都是個問題 許多人都覺得即使能出席能不能衛冕冠軍也要打個大問號 他在14年第一次出席索棄東奧便一舉拿下了花滑男子單人冠軍 他在奧運的前幾週才慢慢恢復狀態 最後憑藉自己的力量一路走向66年來第一人連霸兩屆奧運冠軍的傳奇 因為如此呢這次的傷勢才讓許多支持他的人感到難過 雖然身為兵迷總是抱持著要信任他的心態一路支持過來 但有時也會感嘆為何老天總是要在緊要關頭給他如此龐大的試煉呢 以上發言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會認為這大概就是追星族的心態之類的吧 但我想說的是這次的事情讓我想要這樣長篇大論 正是因為感受到喜歡上一名運動員與追星不同的地方 我也曾經是一名追星族 在我上高中開始我非常喜歡Super Junior 當然現在我依然喜歡他們 可是我能深深感受到對他們的喜愛已經隨著年齡轉換成不同的心態了 以前他們每一場演出我都要準時透過網路觀看 每一場要下載下來好好的珍藏在電腦裡的分類資料夾 每個綜藝節目每張專輯與照片我都要這樣保存 在他們來台灣的時候我要搶到搖滾區的門票去參與人生第一場演唱會 這些如今都依然保存在我內心深處 是不可磨滅與消失的記憶 對我而言都非常重要 但也許明星是帶給人歡樂的角色 所以就算他們發生不好或不開心的事情 我跟著一起難過掉淚 過後也總是可以讓這些不愉快的情緒 隨著他們又有新專輯或好消息的時候 煙消雲散 可是這些卻是在當晚與生拿下金牌以後 才深深讓我感到喜歡上明星跟喜歡上運動員是不一樣的 與生結弦帶給我的不只是一些感動 在他身上我得到也學到了很多 過去許多比賽與訪談都在在展現出他做人處事態度 我對他的喜愛成分多了許多尊敬 在每次工作或生活疲憊難過的時候 想想他是怎麼熬過來的 想想他說了什麼話鼓舞自己 我就覺得這些時刻都可以牙一咬地撐過去 對常做高強度與高難度訓練的選手來說 伴隨而來的絕對是身體負荷的最高風險 並且在訓練中時常讓自己挑戰極限或逼到絕境 因此受傷的機率才會提高 網路上看到有人質疑 羽山是不是自己不注意才會受傷啊 我希望這些人可以了解 不要偶爾看見新聞就開口就是質疑 我就是不喜歡不了解狀況 就隨便批評他的人啦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上youtube搜尋他的比賽影片欣賞一下 強力推薦輸入關鍵字 羽山結弦2014 出現了第一個長達22分鐘的影片 當時他在2014年的大獎賽上海戰 因為賽前6分鐘熱身時與中國選手不勝相撞 傷勢不清的他最後頭綁繃帶 帶著負傷上場參賽 比賽結束後 坐在等分區看分數出來的瞬間 他少見的哭了 最終拿下銀牌 這支影片其實對冰迷來說非常的殘忍 但是真心的希望 不懂語聲或想了解他的人 可以藉此看見他對滑冰的堅持與毅力 還有他不輕易放棄每個機會的精神 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換個話題 最近幾個月媽媽為了明年夏天姐姐要結婚的事情 相當煩惱自己要穿什麼衣服 幾乎跑遍台北的辦公室 不是百貨公司 都沒有看見 等下等下等下 百貨公司跟辦公室是在哪個橋段就是會把這兩個名詞串在一起呢 真的寫太多了啦 都沒有看見眾議的款式 不能穿得太隨便又不能穿得太浮誇 請問馬克瑪莉知道哪裡有媽媽可以找的婚慶小禮服嗎 PS媽媽不喜歡旗袍還有長度在小腿以上的裙子 你直接打媽媽禮服有超多的啊 可是禮服不會太華麗嗎 他不是不要太華麗 可是他姐姐要結婚耶 他媽自己要求不要太華麗的啊 親家母一定是要穿就是 就是要穿很誇張就對了 不用到誇張禮服也有很樸素的啊 找媽媽禮服這個很簡單 但是我想明年夏天還來得及還來得及 可以的啦 最後要推薦本季日劇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我們是奇蹟產生的 最後還有一個求救 請問有人知道 在討論格雷的50道陰影男主角要找誰演 是哪一集的馬克信箱嗎 哇那集很好笑啊我記得 因為要給同事聽 可是我一直都找不到 這個我相信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應該可能會在下面回答你 好的 這邊呢有100元 我是大象邦邦 就是在318追思會還會開交友軟體 然後在追思會交友男友 然後瑪莉就說Fuck的那一位 哎呦 嗯寫這封信的當下剛度過跨年想分享一下我在2018年立下十大目標的達成狀況 By the way追思會又要來了大家買票了嗎 其實過去我從來沒有認真寫下過新年的新希望 但剛好在去年恰威這個時候聽到 欸有點友分享自己的新年目標欸 我就想說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我洋洋撒撒寫下2018的十大目標好了 過了一年跟一年前馬克預言的一模一樣 怎樣?沒有完全達成 喔 但回顧這一年還是很多突破的自我喔 一寫信給馬克信箱解鎖 因為上一次寫很長的信是為了挽回前男友而寫的道歉信 但最後還是分開了 記得聽到自己的信在三二七週被唸出有種奇妙的感覺 還記得當天男友下班回家還立刻跟我說 欸欸欸大象邦邦出現了 我一開始才說 蛤?我最近沒有畫什麼作品啊 我的粉磚被倒了嗎 才想到啊!是馬克信箱 謝謝你們把我平淡無奇的信念的這麼有趣 後來呢我也把那集馬克信箱分享給彩虹讀書會群組的朋友 還被稱讚說欸你文筆很好欸 這份榮耀我要給教主跟教母歸功於你們 謝謝 第二個目標是閱讀一百本書這個失敗了 我不知道當初什麼要設下一年讀一百本書 一百本等於是一週兩本欸 這太誇張了啦 如果你說一百本漫畫有機會 一百本書不行 最後我一八年只讀了三十本書就收藏了 當中哪一本書印象最深刻呢 是聶永貞的散文集不妥 會看這本書也是因為你們的錄音檔 加上男友一天到晚都在花吃 念念念念 拿到書呢我就翻了一下目錄 有一篇說自己好好照顧自己 當時我正聽完歌的勵志單曲顧好自己 所以我迫不期待的翻開 聶永貞不妥散文集 第二十七篇自己好好照顧自己 結果只有三行字 說什麼 念念說什麼 圍白眼 輕假賽 Fuck 我看完之後 留下一陣錯愕 念念 可以這樣嗎 不妥吧 散文集不就是 不妥 如果 永貞你還想出下一本散文集的話 書名要不要試試看 叫母湯呢 母湯就是很俗啊 念念不會出這麼俗的散文集 真的 他真的是 現在要跟你說圍白眼 輕假賽跟Fuck喔 三 我的挑戰是跟陌生人搭訕跟說話 這個有解鎖了 我固定會去東區的那個 Warding健身 那邊有很多的名人網紅 我曾經遇過黃毅中 夜市特工夜工是誰我不知道 嗯 還有很多IG的網紅 那男友一直以來都會在花痴 某個IG的網紅C 不時會對手機露出少女教授的樣子 不用看 我就知道 他又在看C的IG了 結果有一次在健身的時候 竟然C出現了 因為我有個年度目標 是要跟陌生人搭訕說話嘛 所以我鼓起勇氣去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朋友一直都很喜歡你 請問我可以跟你拍張照嗎 網紅不愧是網紅答應的很乾脆 就說嗯那這樣好 就拍了 第四個是一個人出國 我也解鎖了 其實他只去了澎湖 澎湖 澎湖算出國嗎 而且還是因為出差 離島離島 可是我也解鎖了第一次到 松山機場搭國內航班的成就 然後呢在澎湖 他有寫了很長一段 就是跟S男的奇遇 反正呢一個神秘的緣分 S男帶他玩了澎湖很多很多的地方 回想起來如果一開始拒絕對方的話 可能就是騎著機車在一座島亂晃 但沒想到這樣的隨機讓他有超乎想像的冒險 第五件事情就是完成一件沒做過的事 這聽起來很容易但是他卻失敗了 在澎湖的時候原本S說你要玩拖翼傘嗎 我原本很期待想說太棒了如果玩的話 結果解鎖一樣成就了 可是風太大 教練說要隔天才能飛 於是我就一直都沒有挑戰 就沒有完成沒做過的事了 第六是參加一次志工活動 這個也失敗了 我曾經逛過一大圈PTT上面的志工版 大部分都是在徵求幫忙帶小朋友參加活動的志工哥哥姐姐 可是我又討厭小孩 所以就找了一些淨灘活動 但是每次的人數都有限制 我只要發現都發現啊太晚了 或是過了報名期間了 所以想順便問一下馬克瑪莉有參加過志工活動的經驗嗎 還是下次要發起清點教淨灘大會呢 這個呢不瞞大家說 其實呢在這一次的這個清點聚會之前 我就向教母請示過了 教母只給我四個字 五個字 不用做到這樣吧 很常耶 不用做到這樣吧 七個字 第七樣事情是他要參加一次馬拉松路跑 這個也解鎖了 因為有一次點一點說 馬克說 跑馬拉松需要很長時間的準備 一生當中應該要嘗試一次 我有說過這句話啊 這不像你說的話耶 我是說有人這樣說過 哦 所以他跟男友報名了台糖工藝路跑五公里 雖然男友說五公里根本不算路跑 五公里跟馬拉松差很遠耶 五公里隨便就可以跑完吧 不管你們怎麼說 反正就是這樣 寫真風信的當天參加完老朋友 也就是作家點友謝凱特普通的戀愛新書分享會 我們原本就認識 但是在後來的馬克信箱 聽到他的第一封信 才發現啊他也是點友 今天見面的時候 凱特也有跟我說他有聽到我的第一封信 即使我化名為大象邦邦 但他還是聽出來了 然後 原本十一月七分點點有辦一個利益主大會 想跟男友一起參加 但沒想到報名的時候已經賣完了 Oh my god 希望如果今年三月有活動 我們一定要參加 這是我們相遇的起點 現在就去RQ Pass 現在就買票 最近我一直迷上看那個阿妹 Talk 很煩耶 看到就是我覺得我視力會不停的退化 就是很著迷 怎樣 上次我不是在那個電台分享說 不會用手借藝人嗎 沒錯 然後有一集我又被吸引進去了 是在聊 喜歡獵人漫畫的藝人 都會想說 這不就是你嗎 這不能不看不能不看 然後就是現場就邀請了七位還是8位 他們是真的研究獵人 熱愛獵人的藝人朋友 還有兩個完完全全 沒看過的 不知道獵人是什麼的人來到現場 他们就是在侃侃而言说 请问就是 他们从一开始介绍 介绍很认真哦 就是他们还有一个超大板子 然后画满了所有的人物图 已经密密麻烦到很夸张 可是他们说 这他们已经想过 精简到不行的精简到不行的精简 然后开始说 他们对于腹肩的崇拜 就是他 他虽然说跟海贼王比起来 他的 就他们差不多好像是 前后年开始连载 可是他的那个级数是 海贼王的一半而已 但是他非常认真 虽然他偶尔教了一些 很奇怪的原稿 但是他们说 你们知道吗 就是在那个Jump周刊 刊出来那个 你看不出那个是什么图 只有文字的 但是在那个单行本发行的时候 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它有比较出来给我们看 然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单行本发行的时候会 是画好的姿态出现的 当然 我以为就是可能会 直接结下来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 不是老师的错 是想看猎人我们的错 是我们逼老师 就算只有这样的线条 也拿出来没关系 是我们逼老师拿出来的 老师是为了我们 太扯了 他只是突然有一笔 那个需求吧 然后 有一笔资金需求 然后就说 你们以为就是老师 可能画成这个样子 可是老师 他是很有绘画功力的 他就好像翻 最近这一期 有个跨页的 然后就是完全手绘 非常非常细 可能有大自然洞穴 然后那些草就是 都没有用完 就是那个翻开就是 美 他真的就是一个 很认真画画的漫画家 就是虽然老师 画这一面 可能让他少掉画 比如说实画时间 对啊 但他还是画出来 而且你们发现吗 在这个山里面 有三个好像什么 尼特罗会长在里面 你们看到了吗 就是 就是老师很认真就对了 但最至少的是 如果你有看猎人的话 就是 他们会讲解说猎人就是 你有那个念能力 然后你有那个气嘛 每个人就像我们气功有气 所以 然后念能力也有分很多的类型 对 然后你要判断自己的类型 在漫画那边不是叫说 有个叫什么 水 水见识的 对 我们在现场 玩水见识哦 对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 就一直扑梗 一个没有看过猎人的人 然后就是 你一直猜后面的剧情 一直猜得很准 你一直在预言未来 你是不是有预言的念能力呢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来看一看 然后一杯水 然后就是上面放一片叶子 西瓜埋 然后就像你手放在水旁边说 认真 用力 他就这样 嗯 就一直在那一杯水 嗯 然后旁边就有人这样走来说 嗯 叶子水没有变多 你也不是强化系的 然后水没这样 你也不是这个系的 就是 很荒谬 又煞有其事 你这理所当然什么啦 看来可能水变止哦 你要不要喝喝看 喝喝看 然后就怎么可能啊 甜甜的 哈哈 好甜啊 然后另外一个邪心就说 怎么可能 你们很夸张 然后这一群就是 猎人不能被瞧不起 你不相信有念能力 你来喝喝看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好甜啊 哈哈 然后就说 少来本来就中甜的 这一段要演多久 哈哈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一个 哈哈 就是我现在当然讲 但就是有看猎人的人 嗯 就是会觉得就是 很好笑 你可能会比较入戏 可是他们那一个真的是 从头 开始介绍猎人 就是为什么会喜欢猎人 里面有那些角色 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 就做得好 精致 精致又认真 然后有潜入深 我就觉得啊 太了不起了 了不起 你下次在聚会上面 也做一次 水见识吧 没问题 这一次 青春点点追思会 我们就帮大家分类 你是什么念能力的 哇塞 如果 有人经过嘴想说 靠 笑来都做会 我们都做啥 我靠 恐怖 亲爱的马克玛丽 首先要感谢马克信香陪我度过两年孤单又脆弱的国考生涯 半夜焦虑难眠的夜 幸好有节目的陪伴 让一切都没有那么难受了 国考的第一年 考上了警察特考四等 而我最想要的是移民特考三等 但我是被取一 落榜了 当时真的好不甘心啊 我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能够上榜了 还记得准备二世体能测验的时候 某一天下了大雨 我知道即使是大雨 还是得练习跑步 没有人能够保证当天的天气完美 那天的雨好大 也比不上我内心的暴雨 很不甘心处在被衣 忐忑不安的状态 随着震取声 跑完限时六分二十秒的一千两百公尺测验 期待着别人失误 想想都觉得 嘖 这样好罪恶喔 最终大家都平安玩测 我就只好摸摸鼻子 回家哭了好久好久 后来觉得 我好不容易考上了警察 我去试一试啊 当然途中遇到好多人洗脸 说你 你要从警喔 我是马克的学妹 大部分人都不希望我去受训 大部分人都会说 你一个政大生 你干嘛去当警察啊 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啊 我有提出说 我就是要边受训 边准备下一次移民特考啊 可是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看法 没有人要认真了解我的处境 没有人要倾听我的想法 当时我觉得 哦 只出一张嘴真的好快乐喔 好像这么说这么说 我就会这样达到一样 而且大家 你们又没有试过边受训边准备考试 你们怎么会知道结果呢 所以我就抱持着 试试的决心受训了 直到某一天 那天在区队长办公室 服衣复检完后 被区队长叫住了 当时我以为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要被罚超内务规范 没有想到 一转头 看见区队长瞬间散发 温暖柔情无限的脸庞 并且问我说 你啊 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当下我就全盘拖出说 我还要准备其他考试的计划 区队长就说 以我阅人无数的经验中 我在你的眼神 我读出了你很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继续憧憬 未来的环境可想而知 会痛苦无比的哟 既然你要准备新的考试 你就好好专心准备考试吧 区队长我啊 不希望又有人被警察给埋没了 而且受讯的内容又多又杂 很容易两头空的 这对于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来的我 犹如当头棒喝 可是区队长在警戒打滚多年 这些金玉良言 我完全无法反驳 再没多久之后呢 那是一个崩溃的临界点 想走的冲动 来得很像龙卷风 哇 刚刚这个歌词好酷喔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身为天秤座的我知道 赶不上心中的这一波 就会永远的愁出下去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别了 有幸呢最后我考上了移民三等特考 所有被焦虑吞噬的黑夜 被轻视的被不谅解的感受 都瞬间化为粉红的泡泡 难以言喻的喜悦 很开心这一年发生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这一切 除了家人之外 最感谢的就是那位驱队长了 有时候良言虽然刺耳 但是仔细想想 他当时其实可以选择不跟我说的啊 最后要谢谢马克玛丽读完这封信 也祝福呢在国考苦海挣扎的考生们 早日上岸 加油加油 PS 之前呢某集有讲到 补习班通常会否定他人的教法 来建立老师自我的权威 类似的议题 想要请问马克 有相关的书或资讯是关于此议题的吗 毕人我好有兴趣啊 这个可能没有这么专门的 专门在讲补习班老师的 可是这个在心理学上面 跟人际沟通上面 叫做 跟一些说服术的书应该都会有 可是我 打压他人来干嘛干嘛呢 对啊 甚至在把妹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对啊就是 碎玻璃嘛 你要先把她 就是那个女生她知道很漂亮 可是我要直接说就是 天啊你怎么这样啊 对不对 想到把妹达人那天在东区的ZARA前面 又被打散了 没有啦是遇到 看到那个黑男在拍他的影片 他还有在做这个 我觉得那人看起来很像黑男啊 如果不是他的话 是谁 OK 不可能是很黑的鸟鱼吧 反正就是他在那边拍影片 然后就是他旁边就是有那种 好像素人男女 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还在做那个 丘比特之类的 旁边就很 其实很多人在围观耶 然后也同时都在拿手机拍他 就大家就是 哇看到黑男 这时候那个FIR的阿清老师 其实默默从旁边经过 没有人发现他 哼哼哼哼哼 是我们活在一个网路的世代嘛 好来信的这个是阿玉 他现在非常的开心要上榜了 然后在上榜之后呢 马上就写进来马克星箱 并且呢附上他最爱的国家的120元 最爱的国家是哪里呢 这关系我们的币值有多少哦 我想让你最爱的国家应该120元应该是英国吧 你现在想就是币值比较高的是不是 不是 是泰国 那不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吗 yes 谢谢 谢谢哦 谢谢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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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呢来自于利友 嗯 利友王 四年前25岁的我 正在进行一年的国军online OK 缓慢的生活步调 我有沉山沉海的时间发呆跟思考 那时候我察觉到我内心的呼喊 我要脱单 OK 原本在那一刻之前 我是一艘随波主流的船 反正挂着理工科的logo 前辈同才们都进了不错的公司 我应该也会不例外吧 可是呢 在那之后一个这个梦 就让我完全驶离原有的航路 两年之间 他有个飞行梦哦 所以他是想考机师吗 一个飞行梦使我完全驶离原有的航路 两年之间我矛起来看美剧 我是说看美剧学英文 By the way 马克我也超爱How I made your mother 两年之间 我左躲右闪各种感情迷雾跟娱乐漩涡 一直到第三年 终于来到了梦想的大门 可是那个时候梦想跟现实之间的距离 很近很近没错 但我却分神了 所以在第三阶段后 我的梦想化为一场梦 那一个晚上失眠的心涌出不甘的泪水 床变成了咸咸的海 我想回到过去 奋力敲醒那个笨蛋 可是在时间的洪流当中 是没有人可以逆流而上的 闷热的夏天 我就在失望跟懊悔的暴风雪中 直到某天听见贾伯斯 是在Stanford讲的三段故事 一 相信所有的一切能连接到你期望的未来 二 找出你所热爱的工作 三 认真对待每一天 就像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 听完这三个故事 我坦然能面对眼前的失败振作了 虽然追梦的路上我跌倒 但热忱并没有破碎 失败的结果 其实是让我发现不同的人生美景 马克信箱就是其中一个小幸运 又像是马克的确定性影片 要相信自己You are awesome 努力去做我会做到 我能做到相信自己 虽然不知道一年后 我是不是能得到另外一个机会 但是我必须要相信去寻找去创造 跳脱四年的工作和舒适圈 我计划去澳洲打工 挖挖我未知的潜能 听到信件的你身在何处 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还跑在梦想后头呢 这段话应该是他要跟自己说的 追梦仿若在黑黑长长隧道中 迈向新典般的出口 点亮你心中的信念 勇敢迈开步伐向前进 最后希望马力用笨笨女的口音说 加油加油加油 之后再跟你们分享其他有趣的插曲咯 懂那一张马力最喜欢的小绿绿 祝福马克信箱细水常流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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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这一次的那个 全部的点点追思惠呢 有想了很久很久 到底要做些什么 恩 因为其实觉得做现场版的马克信箱 就是互动没有很多 是不是会有点无聊 就是比较单向式的 对就有点无聊 可是如果要做大家都可以玩的游戏 很团康的话 又会觉得都几岁了 在那边玩大地游戏 在那边玩那个 就又好像很不好意思 不行吗 就想了很久啊 你有想要玩吗 你不回信哦 反正大家敬请期待今年的追思会 反正不管办什么活动 吃各式各样尝试不同的东西 你就是都来试试看 难吃的菜它也是一道菜 不会难吃 就是别人会觉得好吃 我们都是滤过的水 你在说什么 阿麦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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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特质性还变化系啊 刚刚说到追思会啊 然后刚刚那封那么激励的信 其实我昨天晚上半夜在看 I'm not your guru 就是在Netflix上面那个 Tony Robbins的纪录片 I'm not your guru 就是我不是你的精神导师 这样子 然后看了以后觉得 天哪 太启发 太启发人心了 甚至有一度想要就是 把追思经验会变成步道大会 是真正的那种 精神激励喊话步道大会 这样子 好但是 其实要做到那个样子 你需要 不只是很多 多年的练习 你也需要一个 很好的团队去执行 所以 我不会把那个 我当晚 昨天晚上受到感动 就这么粗糙给大家 那个是需要好好写的 对对对 那个粗糙给大家 就等于是 浪费了一次机会了 嗯 这封信呢 来自于台中的渔说 你的口铃 铃起来 铃 它给你的 不是最爱的绿色 给你的是 四位小朋友 所以只要看到 一千块以上 就会启动BBOX功能 会会会会 会帮你来一段 剥虾子壳 会开始听马克信箱呢 主要是因为 2017年某个开车 去机场的清晨 带着困意的女友说 我要听马克信箱 啊其实在这之前 也有跟他听过几次啊 但是都没什么感觉 可能是因为我没在听吧 但当天不一样哦 我那一天我仔细听哦 是不是有色的 你才这样 他没有讲是哪一集 嗯 他说干太好笑了吧 这两个人 在公撒小啊 讲话怎么可以这么直接 在这天之后呢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听了 我通勤听 上班听 直到有一天 我带着女友 去跟一群同事吃饭 在吃完回家的路上呢 我就跟同事聊天 聊得太开心了 猛一回头 蛤 他的女儿不见了 蛤 靠 两个人立马分头去找 没多久 远远的就看到 女友跟同事的小孩 正在往一家店走进去 心想说 哦 好险我找到了 此时呢 走靠近店里面一看 更惊讶的是 蛤 我好像看到马克呢 哦 原来女友是因为这样 才走过来的 我就远远的看着马克 突然觉得 他就像MPC一样 点选交谈以后 说嗯或许可以合照哦 我就鼓起勇气跟女友 一起去跟马克问说 诶能不能合照啊 没想到马克爽快答应女友 然而对我 则是考虑了一下 还勉强答应 哈哈哈哈 好糟糕的一个人哦 好恶心哦 假赛啊 怎么可能 完全有可能啊 乱讲 你的眼神 不会背叛你的心 假赛啊 你可能在那一瞬间 是用0.1秒切换 可是他看到 屁 他打破那个空间 屁 他用他的刺圆刀 你好好听完 哦 不过不管怎样呢 就还是合照了 真是太开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很想上厕所 惊醒 原来是在做梦的部分啊 好无聊 背景出现 菜哥拍手声 在做梦 我怎么可能 看到女生说 哦好啊来合照啊 男生说 哦好啊 怎么可能嘛 你说说怎么可能 不是说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有可能吗 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我不会这样子啊 PS要跟女友喊话一下 谢谢你带我看到 很多不同的世界 包括马克信祥 未来请多多指教哦 这封信来自于瑞瑞 现在快毕业大四 过好快哦 然后 因为我前三年修太少了 所以现在要抢很多 大一到大三的课 虽然上了很多 不同科系的课程 还是觉得有点空虚 以前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说 嗯 大学的时候 你要学好英文哦 好啊 可是现在好像 那为什么不高中学 高中是英文最强的时候 但我现在热情都渐渐消失了 是不是因为比较害羞 我也慢慢不敢开口 马克可以给我一些 改变的方法跟建议吗 改变方法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都不在别人身上啊 你想做就去做 瑞瑞还说到了 刚刚说 那个英文口说 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嘛 所以有很多时候 好像除了害羞 有一些原因是因为 对自己没有自信 然后人生的失败 可能就会影响他 对自己的自信再度的 会觉得说 好像不行 好像办不到 但名字已经慢慢长大 已经到了大四了 好像你不能把一些 问题跟现况 推给说 因为我心 可能就是我不够坚强啊 我玻璃心啊 好像不能这样 结果就是 反复这样拉扯之后 他的强迫症 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会一直频繁的洗手 但一方面觉得说 好像这样也 还好吧 就是 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其实从他的信 就看得出来 他有点 乱啊 就是一下觉得说 这样行吗 好像不行 那怎么办呢 办得到吗 可以吗 要不要试试看 想试啊 可是因为 听到你已经有强迫症 然后你自己有意识到 你会一直洗手 那我会觉得说 好像只是洗手也 还好吧 就是这个就已经 超出我可以给意见的范围 就是 这个可能你就要寻求专家 因为不然在前半段的时候 我还是 很想是觉得说 那其实就是Tony Robbins 或是我们前两周 马克星上在说的 就是 如果你一只 遇到 你觉得只是想要你身体的男生 然后 我那时候不是说 你可以重新塑造你的思想吗 重新塑造你的思想 然后就说 呃 你可以改变说 呃 我接下来遇到一个是 会懂我的人 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 那就是Tony Robbins 在试图要做的东西 就是 你其实是你自己的主人 然后 你会遇到谁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那是你自己 你自己赋予这个世界意义的 嗯 就算今天你出生在一个 呃 家暴的环境 然后 你的爸爸妈妈很 很差很烂 嗯 但 他在 呃 Tony Robbins在那一部的 记录片里面在讲说 其实是他们造就了现在的你 嗯 就你不需要带着那种怨恨跟就是 凡说如果今天我的妈妈是很好 或是怎样 或是怎样 我今天会变怎样 但那就不是啊 就是因为你的妈妈这个样子 所以造就你现在有这种能力 嗯 他不是要你就是 过度乐观的 永远都是正向思考 或是干嘛 他只是 呃 怀着 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人生的这一件事情 你可以自己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没错没错 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嗯 那 我觉得 这种概念呢 是有些人可以很快的接受 嗯 有些人会 很抗拒 会觉得说 嗯 好听话吧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穷人啊 世界上没有没有自信的人 没有低自尊人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成长环境 不同的人 不同的个性 嗯 甚至不同的DNA 不同的基因 但一旦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做的的话 然后那个相信 不要只存在你的脑子里面 嗯 就当你真正的相信 并且付诸行动的时候 嗯 那个是会有力量的 嗯 今天的最后一封 想给大家一点力量 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是新典友 常常在YouTube上面听到你们一起大笑 或突然的情绪激动 低落 都让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自然有趣了 我是众乳乃绿 今天想要分享一个 我觉得或许在现阶段的我 没有勇气可以告诉身边任何人的事情 嗯 但抱歉马克 内容既无关性 也无关钱 但是他还是给了我们一百块 我在几年前确诊得了子宫内膜癌 但幸运的是发现得早 所以在发现后的一个月内 确认没有扩散到淋巴系统或者卵巢 但已经侵入50%的子宫内部肌肉层 所以电烧或是化疗都没有用 你只能将子宫整个移除 我那个时候才27岁 嗯 还没有生过小孩 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这辈子反正我也没有喜欢过小孩 好吧 我就跟我的子宫在一个月内告别了 手术是很成功的 复原都很顺利 只是呢 因为手术的方式 我选择了腹腔镜 就是呢 要在我的肚子打几个洞 嗯 再把我的腹腔内部充气 让器官之间的位置空出来 再直接呢 从我的阴道将我的子宫 包括子宫颈 整个拉出我的体外 嗯 所以整场手术 因为两腿大开将近数个小时 术后几年一直到现在 我的两条改逼 几乎都没有在我手术前 有那种自然流动的敏锐感知 我的改逼 感觉变得很顿 嗯 再对我的生命 其实影响也不算太大 毕竟我也没有男朋友 个性又有点难相处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嗯 直到2018年底 年底的几个月 我的生命有了蛮大的转变 其实我身边一直有一个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男孩 陪在我身边 看到这边我就觉得 信要来了啊 信即将要来了啊 可是我们中间 好像就是插了临门一脚 一直走不到一起 最近我有点灰心了 我希望将心力 放在我自己的工作上 为了增加一些动力 我就听朋友的建议 想要开始挑战 我一直讨厌的运动 嗯 那就从瑜伽开始好了 于是呢 我在听完建议的两天之后 早上我就去了 人生第一堂的出街瑜伽 晚上呢 去上了空中瑜伽 马克玛丽 你们有玩过空中瑜伽吗 那个我觉得我会晕耶 我没有 空中瑜伽 就是用一大块 挂在空中的布 然后老师会带领我们 利用那块布的反作用力 让我们锻炼身体 不同区域的部位 我常常看朋友 拍他们在布上面 快乐的照片 就想说 嗯 那我也去体验看看好了 事情就发生在 刚刚上课的过程 上布 躺平 伸展 都不是什么太痛苦的事 直到课堂中间 有一段是要我们 单脚踝 跨在布上 另外一脚踩地 要锻炼我们 宽关节 那个部分的时候 所以看起来会 如果你已经很软 的话你可以直接劈腿 对对对 但是直的劈腿 要锻炼 宽关节的时候 我的身体 突然变得非常抖 非常抗拒 老师越要我们 把大腿拉开 要我们撑越久 我的身体就越抗拒 我的身体 很像是 回忆起手术 那几小时 被麻药控制 但我的身体 却记得那个 非常非常恐惧的瞬间 然后 我在课堂上 第一次说出 我放弃 嗯 我的人生 一直都是一个 很逞强的人 会在一群陌生人 面前示弱 完全不是我平常 会做的事 但因为我知道 再不说出口 我会情绪失控 我会崩溃打哭 我是第一次 透过这样的身体过程 回忆起 本来我应该会 全部遗忘的恐惧 那不是我的脑子 可以理解的 是我的身体 记得这个过程 我突然可以理解 许多身体被暴力 强行侵占的人们的那种 身心灵的恐惧感 虽然我并不是 被暴力强行霸占 可是当我的双腿 为了手术顺利 而强行 硬是撑开 数小时的这个过程 即使我的心理 与大脑毫无记忆 可是 原来我的身体都记得 原来她很恐惧 她觉得被强迫着 去做违背她 自然与意愿的事情 我不确定 马克玛丽 能不能理解 我在说什么 但后来 老师改变方式 要我尽力就好 我默默地 跟我的身体说 我们尽力 让自己 开始动一动好不好啊 所以后面的部分 我的身体跟情绪 就变得稳定了一些 空中瑜伽的最后一段 就是整个人 躺在布里面 挂在空中 做大休息 那个时候 我才突然鼻酸了起来 我好像不只是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瑜伽课 而是 在手术后 一直到现在的 这一刻 这其中的每一天 我都让我的身体 储存了那份恐惧 而我完全没有机会 让这份恐惧被释放 跟离开 手术前后 其实我没有什么恐惧 或者说 在我意识 可以触及的地方 我不知道有什么 要害怕的 但直到现在 我才理解 原来关于这个部分 我是害怕的 我的身体很害怕 上完空中瑜伽 体验课之后 我应付完老师的问候 宣传人员的推荐 自己慢慢走路回家 然后我整条路上 都在哭 原来我无视 我的身体这么久 原来我真的需要 好好的被对待 被我自己 被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然后我才突然发现 我自己 我的父母 我身边 所有跟我亲近的人们 几乎 都是一群 有严重批判性的人 不管是对自己 或者对其他人 他们都是很好 很棒 很聪明的人 可是或许就是因为 太聪明了 有时候对待自己 跟别人的脆弱态度 反而很尖锐 可是我现在最需要的 其实只是 温柔的被对待 很温柔的被爱着 而那个在我身边 跟我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的男孩 原来也是因为这样 走不在一块 或许 我现在需要的 他还没办法给我吧 就这样发现了 我自己很脆弱 很柔软的部分 被藏在 我的两条大腿 改臂中间 藏得真好 现在才终于发现了 我还不知道 下一步会怎么样 我也还不知道 应不应该继续报名 这样的课程 但我知道 我从现在开始 必须更有意识地 去照顾我自己的感觉 照顾我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我的身体 因为我常常是一个 脑中东西太多 会无视身体的人 他就这样 默默帮我承担了 好多好多 现在 很想跟他 好好道个谢 也要道个歉 但我也觉得 现在就发现 真是太好了 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开始去调整 我身体 对那场手术的记忆 虽然会需要一些时间 但我想要 好好地 跟我的身体和解 也想要好好地 爱我自己的身体 以前说要爱自己 都以为 吃好睡好就够了 现在看起来 还包括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 原来一场手术 会影响我们这么多 真心祝福 各位有动过 大小手术的典友们 也都有机会 跟自己的身体和解 谢谢他们 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随心付向一百元 感谢教主 马克 教母 玛丽 为了重典友们 付出的时间与精力 也为了得到英灵教主 天天所送的英灵声 感恩感恩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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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这封充满能量的信件 带给大家各自的思考 留白 后面 十秒